这里,福岛县,三年半之前,因东日本大地震引起的核电战事故,以及世间的风波,给福岛县的农民水产等支柱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2014年10月底,27名来自北京、武汉、上海的大学生作为考察团来到了福岛。 他们品尝了福岛的各种本地风味,乡土菜肴,而那些食物大多是由福岛本地人所生产种植,本地人日常生活中每天食用的食物。 那么,怎样确保福岛食品的安全性呢? 好吃 来到福岛的第三天傍晚,大家探访了福岛县的农业研究基地,福岛县农业综合中心。 福岛县农业综合中心在核电站事故之后,建立了核辐射物质对策小组。 现在正在对福岛县的农林水产品进行辐射监测分析,从而保证其安全性,提供给消费者正确的情报信息。 安全农业推进部的曹野先生为我们讲述了福岛的现状。 我们在农案中心地发生一些农业推翻的农业推进市。 提供的农业推翻之理由我们的农业推翻的农业推翻都是经济的农业推翻成的农业推翻的农业推翻。 至少 fifty three Especially focusing on nature and test Steven Reinhardt 時期节目�ك室 11 年齢izada 以来的基準値上超過的者是 今年是用的野菜果実 以上去年は野菜果実 的基準値上超過的者に出現 基準値を超える産菜 生息等 等これは出荷をしなくて安全性 を確認するための検査を行って 基準値を超えているという形状を 確認してまだ出荷していない 以上のように福島県産農産物については安全性を確認した上で出荷を行うということで 基準値を超える農産物は出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で しっかりと体制を整えてやっておりますので その辺を安心し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その測定している場面を実際に見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希望大家能够通過自己的親眼所 这样確認農産品の安全 それではご案内いたします 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那么我们也一起去看一看 进行辐射監測分析的工作室 ここが測定している機械が入っている部屋です 実際にもうちょっと近くで見ていただきたいのですが 丸筒状のものが測定器層のものです この機械はアメリカ製造です 1台の金属が2000万以上します 今測定器筒状の中にですね 一人研究員が今入れて取り出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こちら所使用的10台褶半導体検測器 每天对200種農民水産品进行辐射的検測 超過每千克100貝克勒尔的食品 将不允許在市面上流通 那我们这边的费用是由那个风险在为不吗 ここの森波流検査に使われた企業は 県によって補正されるでしょうか 今のところ県で払ってますけれども これも東京電力事故を起こした東京電力への補償というか それを求めることになります 那主要的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都是由副导县政府进行这样一个支付 那接下来呢 在今後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上東京電 就是提出这样的一个配商要求 希望这笔费用这笔费用的水分店来的支付 也就是说到现在目前为止的话 也就是说在食品就是像米饭之类的 应该是健康安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看到是在 这一页就像是在这个水产物这边 那也就是说现在可能 目前还是存在的一定的辐射物 確かに米饭とかデータとか見てみると もう少し何千多人いてもいいぐらい ですけれども やっぱり生産品のデータ見てみると 少しは心配しているようですが 基準値を上回っている 基準値を上回っているものについては 今ここで出てきているものは 出荷されているんですか 就是说呢 首先请放心一点就是说 超标的商品呢 肯定不过人流通于市面上 这是一点 出荷する前に安全性を確認する 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で まだ出荷してはいけませんよ という制限を受けています 对 然后就是说呢 这一部超标的话 我们就会禁止期出荷 然后是确保下去 基準値の100ベクレル という基準値は 非常厳しい基準で で アメリカやヨーロッパですと これが1000ベクレル 就是说你看到这样 日本所定的标准 是比公金付得超过100ベクレル 所以叫我多注意一点 但是就是我今天问这些问题的原因 就是为了得到更明确的答案 然后就回去能够 就告诉家里人和朋友那边 就说能让他们的放心 前来福岛 或者说来这本旅游 和放心使用这本的产品和食物 福岛县考察团第四天早上 大家来到了被选为日本白景之一的美丽湖泊 珠苗带湖 来自中国的年轻人们的旅程 到此就结束了 他们看到了福岛 体验了福岛 现在有什么感想呢 非常简单 跟我说一下 这次来福岛感觉怎么样 感觉福岛人民挺亲切的 然后这次来收益也很多了 先是整洁吧 然后农民特别的淳朴 就我们住的那一家 然后那个主人就特别的热情 非常好 因为我也是第二次来了 然后感觉第一次来的时候 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然后第二次来 虽然已经来过了 但是还是充满了新鲜感 所以我觉得回去以后 要多跟国内的同学和朋友说 让他们来日本的话 也要来福岛 我很喜欢贺诚 就是石头上长着青苔 然后山间隐物缭绕的样子 特别很棒 很棒 对 什么地方特别棒 就是这些民宿 就是那天去体验民宿的时候 体验到以前根本没体验过的东西 以后就算过来玩 感觉也无法体验到那些东西 当地人民就是特别淳朴 他们就特别热心 因为外国人 就是当天在那个日历上 他都写了一个 说今天预定31号 中国人学生要来 他也劝起来写了一个重要 就特别感动 谢谢 谢谢 回去小心哦 我们期望着 他们与亲朋好友一起 能够再一次来到福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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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